我們針對簡報的最後一個我們再介紹 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把notebook接上投影機 螢幕解析路邊的 上面的圖示是就跑掉了 那我可以 找位 同事 同人來幫我把我的桌面 我的桌面現在已經太多東西了 你可以 隨便排列一下沒關係 真的 我偷偷來這邊我把它儲存一下 其實有軟體是可以幫我們把桌面上的這個 這些圖示把它怎麼樣儲存起來 那平常其實我都有用自動儲存 所以今天它真的亂掉了 比如說像我在這裡 剛剛我存好了 如果有人不小心這樣亂掉了 把我亂丟亂丟或者像剛剛講的螢幕解析路 這樣是不是跑掉了 我就隨時咚咚有沒有回來了 這樣就回來了 沒錯吧 而且呢你還可以回到比較久的你喔 有看到嗎 下面這邊 是不是還有 都有一些自動儲存的 那這個呢叫做desktop ok 所以我給您看一下 您進到這邊來 有個desktop ok 這裡有一個介紹的文章 如果是切上去之後 亂掉了 很麻煩 就可以稍微用這個軟體來 輔助您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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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